说到英国王室的头号公敌 或许有人认为是梅根 也有人认为是卡米拉 还有人认为是改变了王室规则的戴安 其实这些人都比不上爱德华八世的妻子 华里斯 华里斯不仅让爱德华八世神魂颠倒 他更是凭着一己之力改变了英国历史的进程 1936年一个寒冷的冬日 如是重负的爱德华八世 与犹如泰山压顶的乔治六世相遇 从那一刻起 这两个人走向了截然相反的命运 卸任后的爱德华八世指高气昂得对 弟弟阿尔伯特说 谢谢你 先生谢谢你的好意 爱德华八世以为在退位之后 他仍然会享受各类特殊待遇 地位上的 金钱上的 还有部分的权利 至于现在的哈利夫妇如出一辙 当然 哈利夫妇的影响力自然是没法与温莎公爵相提并论 毕竟温莎公爵曾是一国之君 而他草率的决定 直接改变了英国历史的进程 小时候的阿尔伯特被认为是笨拙而内敛的孩子 他曾被工作人员嘲笑为丑小鸭 不过 他们却有着一位既严厉冷酷又强势的父亲 一旦不顺从 他们就会被父亲大声斥责甚至是打骂 小时候的爱德华 家里人喜欢叫他戴维 是挨打次数最多的孩子 因为他是长子也是王主 所以父亲对他格外的严格和苛刻 然而 不与强势的教育方式却让孩子变得胆小和懦弱 长大成人之后的戴维和阿尔伯特 便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戴维因为自己与生俱来的地位而声明确切 他在享受这份荣誉的同时 却逐渐地迷失了自我 王室传记作家曾初初说过 他并不是一个爱国者 他只喜欢过自己的生活 他从不去想那些应该落在他肩上的职责与重担 此时的阿尔伯特遵循王室的传统 前往部队服役 1923年他将伊丽莎白娶进门 与哥哥相比他更加的谦逊与低调 即便是结婚之后 兄弟两人依旧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关系 三个人会一起环游英国 甚至阿尔伯特夫妇与戴维的情妇都能和平共处 在最为甜蜜的时刻 四个人一起划冰 一起吃饭一起游泳等等 但是一切都因一个美国女人的到来 戛然而止 在与塞尔玛分手之后 戴维变深深的 爱上了离过两次婚的辛普森夫人 并且难以自拔 这对未来国王来说是危险的信号 这对英国王室来说是启齿大鲁的事情 为此乔治武士还曾预言自己的大儿子会退位 没想到这个预言很快就应验了 在继承王位之时 身边的人就提醒爱德华八世 要与辛普森夫人保持距离 并且教会领袖是一国王 是不能与离过婚的女人结婚的 让爱德华八世万念俱归 此时的人们有种不祥的预感 他们都知道爱德华八世 很有可能会为了这个女人放弃王位 而下个接替者必然会是阿尔伯特 在躊躇和徘徊之时 爱德华八世显得愈发的焦虑 不安 开始考虑退位的问题 但是阿尔伯特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因为他笃定哥哥不会这么做 毕竟王室教育的首要任务 就是让他们承担起王室职责 此后阿尔伯特在坦特不安中度过了每一天 他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国王 他不想成为万众瞩目的国王 但是那一天还是到来 在弟弟们的见证之下 爱德华八世签署了退位协议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在爱德华八世退位之后 爱德华八世与乔治六世的关系迅速恶化 天真的爱德华八世以为乔治六世 会给予他一笔丰厚的养老金 以感谢他做出的贡献 并且还以为他会体面地给予华丽丝一个贵族头衔 没想到这一切都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而已 从小到大 爱德华八世习惯了有求必应的生活 他以为即便是弟弟当了国王之后 依旧会满足他提出的各种条件 面对得寸禁止的哥哥 乔治六世显得愈发的没耐心和厌恶 直至最后他交代工作人员再也不用接听他的电话 在知道自己的要求无法得到满足之后 华里斯开始火上浇油 并且为王室的每个成员取了外号 正如英国王室记者所说 今天英国的人们 尤其是年老的民众 对梅根怀着极大的仇恨 这种仇恨与当年的华里斯相似 当初还有匿名信将华里斯称之为忌义 他还收到了死亡的威胁 最终欲求不满的爱德华巴士 将自己的目光投向了德国 爱德华巴士将自己带到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当乔治六世带着妻儿在战火中穿梭 激励民众的时候 爱德华巴士和辛普森却在外享受着纸醉金迷 荣辙吉遇的生活 1942年 他们的弟弟肯特公爵 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去世 但是爱德华巴士却没怀有一丝的愧疚与负罪感 他甚至没有向肯特公爵夫人致爱 反而在这时候指责乔治六世 德国战败之后 爱德华巴士曾提出回国 但是这一请求被乔治六世驳回 因为他再也不想见到这个无情无义的人 此后 温莎公爵夫妇也成为了英国人避之不及的人物 就犹如过节老鼠人人喊打 1949年的冬天 乔治六世已经并不高峰 即便如此 温莎公爵依旧不妄向弟弟所取 两年之后 无药可救的乔治六世在睡梦中离世 前来参加葬礼的爱德华巴士 脸上没有流露出一丝的愧疚与哀伤 有人认为出席葬礼的爱德华巴士 主要目的其实是想为自己增加人气 头一天还可以唇齿相依的兄弟 第二天就会因立场不同而反目成仇 即便他们曾经生死与共 在利益的驱使下 人性便开始扭曲 他们的人生观 价值观在利益面前毫无掩饰地暴露出来 英国王室总有一段那么不堪回首的兄弟恩怨 在牢固的感情也会因所遂消失 引发的矛盾一步步地吞噬 在利益面前在冲动之下 无法调和的矛盾终究变成了一把利剑 一点一点地将彼此的情意斩断 感谢观看